我是太阳家狐狸君 这一次我来到了方针世界 这片大陆有着数百种死权生物 我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艾玛,吓死我了 哦,原来是做了一场噩梦 我刚才梦见了鲨鱼 差一点就咬到我的屁股了 肚子饿了,先吃两口东西 我做了一把鱼刹枪 还制作了一些鲁剑 把麻醉标固定在鲁剑上 就可以合成麻醉鲁剑了 然后配合鱼刹枪 就可以在水下驯服生物了 其中第二,穿上泉水服 出发 看,那边有两条巨石杀 一条一百多几,一条四十多几的 我目前只准备了二十多支麻醉鲁剑 看样子 只能先训这条四十多几的了 先用手炉将鲨鱼引过来 然后再掏出鱼刹枪 发射麻醉鲁剑 一枪,两枪 哎,不行 先拉开距离 别咬我的屁股 嗯? 这鲨鱼好像对泥土更感兴趣 等等,它开始跑了 快晕了 耐死,晕了 先把第二起过来保护一下 鲨鱼醒过来了 带它出去生一下鸡 去前面那两只水母吧 看,看它游得多开心 哎,你怎么不过去? 勾计咬它们呀 我去,这家伙怎么不听话 上了就是啥 你怎么又去穿泥土去了 哦,终于知道上了呀 诶,等等 你去哪儿 你回来 水母在这边 这是我有史以来 训得最差的一只宠物了 算了 我先回去 做一个鞍 把鞍给它装上 骑上巨子杀 出去试试 哇哦 我这不是骑者的 我这是直接趴在它身上的 感受了一下 巨子杀的移动速度 虽然比不上第二 但它具有比霸王龙 还强劲的咬合力 说它是水中的霸主 也不为过 体验了巨子杀以后 我决定骑上老鹰 出去训一只镰刀龙 找到了,那里有一只 我先试试能不能边跑远去 哦等等 这只好跑得有点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跟什么 他们做到 你 不吝点赞 是不是 胡ств 字幕志愿者 这些迅猛龙 不然待会儿 镰刀龙晕过去的时候 会被迅猛龙直接吃掉的 哎哟 放开我 别打了 要死了 要死了 就差一丢丢 我就凉了 继续去连刀龙吧 回家以后 给连刀龙做了一个鞍 确实是连刀龙的技能 太好了 连刀龙不仅可以砍木头 还可以采集姜果和纤维 这下不用担心 木头不够用了 给你带下一个屏目的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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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